深水埗羽周街一棟堂楼起火 一人死亡五人受伤 消防不断向单位射水降军 部分居民留在单位内等待救援 由于有浓烟 居民都关了窗户和隐蔽 消防员出动升降台 向居民了解身体情况 再协助他们离开 由居民送宴时要戴上氧气罩 也有居民在现场接受救护员治理 警方和消防早早9点前接报 宇宙街温兴郭 一个低层单位冒出浓烟 消防到场在单位内 发现一个男人当场死亡 怀疑他烧炭导致火警 大厦内一个南亚越南人一度昏迷 之后和中国籍的太太 和另外一男一女又救护车重远 火警纳约9点半左右休克式